人死了之后不见得就到鬼道 你不能称他为鬼 人死了就称鬼 这个是你对于六道状况不了解 人死了之后还没有到哪一道去 这个中间称为中阴身 中阴身在我们中国俗话称为灵魂 他还没去脱胎 到鬼道那是入了一道了 他还没去啊 所以凡是狠死的自杀的都很麻烦 这个佛经上都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他找替身 在找替身的时候他都是中阴身 我们讲这个鬼魂 魂呢魂魄魄 他不是鬼道 他找到替身之后 那要按他自己的行印 他到哪一道去 他到了鬼道 他就不会跟人往来了 所以这中阴身有点很短 在一般讲的大多数四十九天 他就脱胎去了 到哪一道就不晓得了 但是要是仔细观察 他在世间的行印 他的造作可以能够判断 在佛在境上告诉我们 贪心重的回到鬼道去 成会重的到地狱去 欲吃重的欲吃就是是非 善恶都搞不清楚 是多半道出神道的 人心地很善良 五戒是善 都是人道 上平是善 慈悲息是天道 你从这些地方去观察 大致上能够判断 他到哪一道 在他临终的时候 你看他的瑞相 临终时候身体柔软 这个面貌很好看 都是善道 都不会是窝道 人死的时候身上很僵硬 这个面色面貌很难看 那都是去窝道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些常识 所以我们在怎么样艰难困苦之下 千万不要有自杀的念头 自杀不能解决问题 自杀能解决问题 佛都会就劝我们自杀 只有把问题搞更糟了 更麻烦 你看你这一生到世界来 那是来受报的 你就是受苦 也是受苦报 你这个苦报没有受完 好了你自杀了 来世多的人生 还要受这个苦报 所以它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解决问题的方法 断我修身 忏悔业障 才能够改善 我们可以把自己这个业转过来 如果佛法教学做不到这一点 那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修佛还有什么修佛呢 真的 转平静为富贵 这是世间人所求的 转欲吃为智慧 最高的转返乘胜 你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四世真相 懂得转变的方法 你好好地修 那你的前途一片光明了 ありがとう 有没有 你CER